大家樂三豬路打法分享 今日來同大家分享一下葉漢三豬路的打法 何為三豬路?所謂三豬路 即是每三口唯一小個 第一口不打,從第二口開始打 第二口贏了,第三口亦不打 如果第二口都輸,這樣才去打第三口 三豬路的表現形式一共有八種組合 比如說正式的,有,裝裝裝,閒閒閒 這樣三口連下來,全部都是一樣的 故此,我們稱之為正式 另外一種,是三口組合圖形為 閒裝裝,裝閒閒的 我們清楚看到這兩個組合 閒裝裝組合的閒的後面是與之相反的閒 裝閒閒組合圖形的後面是與之相反的閒 所以,我們稱之為反式 正反式組合有,裝閒裝,閒裝閒 其中還有,裝裝閒,閒閒裝 這個我們就不難理解了 也就是說是三豬路裡面 只有這八種組合形式會出現 不管你怎樣統計,只有這八種組合形式 我們先來看看裝裝裝 閒閒閒這兩個組合圖形 三豬路是依據大路的裝閒 二三口為一列的組合 按照水平或垂直來排列 分為正式反式和正反式 這兩個組合圖,裝閒閒及閒裝 是屬於反式 這個是三豬路樹列組合的八種圖形 所謂正式,是排列圖形的第二第三個與第一個相同 比如第一個是裝,第二第三個也是裝 反式,開出的第二第三個與第一個完全相反 比如裝閒閒,正反式開出的第二第三個與第一個 既有相同的,亦有相反的 比如閒裝閒,裝裝閒等三豬路 一共只有八個組合圖形 就是裝裝裝,閒閒閒,裝閒閒,閒裝裝 裝閒裝,閒裝閒,裝閒閒,閒閒 八種圖形組合組成,形成了正式反式 正反式三個部分 據統計,一合牌當中 這八種圖形大約佔到了75% 三豬路打法是用兩口去明中一口 三豬路打法亦被稱為明中率約75%的打法 三豬路打法,三豬路打法 傳統打法方法說明 這個傳統方法打法 是用兩口去搏明中一口 如果前面出現了正式的組合圖形裝裝裝 或者閒閒閒,就不進行三豬路打法 因為正式圖是長龍的初形 萬一真的是長龍 這樣,三豬路打法就會輸淺 排除正式兩種圖形之後 其餘六種圖形都可以進行打法 實際上,剩下的這六種圖形操略來說 會佔到一個排局的75%左右 理論上贏面較大 具體打法,第一口不下注 看第一口開出的是甚麼 假如第一口開閒 這樣,第二口就打反下注一個籌碼買裝 中了就停止,等待下一列 如果第二口下注就輸了 這樣的話,就繼續打第三口 跟第二口一樣下注買裝 但籌碼變為兩個 如果投注過程中連續兩次不妥 這樣就要停止下注 等待機會,或者轉台去找機會 三豬路打正 第一口看,第二口才開始下注 如果第一口開裝 這樣,第二口就打裝 中了就停止,等待下一列再投注 如果第二口輸了 這樣,第三口還是打裝 同理,如果第一口是開閒 這樣,第二口就落著打閒 打中了就停止 輸了就繼續打第三口閒 衍生出來的打法 三豬路盲門打法 所謂蠻門,就是前面開出的四五列 都沒有出現過的某種圖形 我們就將它定性為蠻門 在打的過程中,就繼續打 這種圖形不出現 亦就是打蠻門不出 模型中,是縮窄作戰範圍 提高命中率的一種打法理念 三豬路打,反之三口拼命中一口 看到前面一列開出的 是反式和正反式的六種組合 圖形中的任何一種情況下 開始下一列的頭柱 和傳統打反方法不同的地方 這種用三口去搏明中一口的方法 是從第一口就落著 比如看到前面開出的組合 是閒裝裝 接下來,就落著打裝裝閒 也就是說 第一口就打反買裝一個籌碼 中了就停止 等下一列再打 如果第一把不中 開出的是閒 這樣 第二口 還是繼續打反落著兩個籌碼打裝 如果中了就停止 等下一列再投注 如果還是打不中 那就要打第三口 前一列的第三口是裝 所以第三口打的時候 也當然是繼續打反賣閒 落著四個籌碼 如此類推 營綠走人 三珠露梅花裝打法 武學裡梅花裝包括五行裝 三星裝等等裝部練習 梅花裝部容易對付多個對手 快而忽亂 進退自如 每每走到最後一步 面對敵人 都是取主動的位置 佔具有利的地形 這裏所說的三珠露梅花裝打法 是取梅花裝裡頭的三星裝為三珠露如意 取武學梅花裝部發最後一步 面對敵人 主動之位置及佔有利地形 而設計為三珠露打最後一口的打法 三珠露總共只有八種組合圖形 其中正式裝裝裝 閒閒閒 在很多排局當中 開出的平均數來講 是相對最少出現的圖形 所以就先簡單忽略它先 排除這兩種圖形 暫時當它不存在 逐漸縮窄落柱範圍 這樣一來 就是八減去二等於六 剩下的六種圖形 就暫時當它是百分之一百的 命中率的組合圖形 接下來 我們在這六種圖形中 我們再選擇其中的四種圖形組合圖 來進行投注 我們選擇裝裝閒 閒裝裝 裝閒閒 閒閒閒 這樣又排除了兩種組合圖形 縮窄了投注範圍 現在就變成了六減去二等於四 四就變身為簡單忽略後的最後 組合圖形 這四種組合圖形 暫時就代表了百分之一百命中率 如此一來這四個組合圖形的命中率 實際就是四除以六等於66.66%命中率 在實際投注上 如何在這所選擇的四種圖形中更進一步提高命中率呢 因此 就得出以下三珠露梅花莊打法 根據所選擇的裝裝閒 閒裝裝 裝閒閒 閒閒裝 四種圖形 現在我們只打這四種圖形組合 同時我們只打最後的一個 也就是只打第三口 比如新的一列中 第一第二口開出了閒裝 這樣 第三口就落著打閒 如果第一第二口開出了閒裝 這樣 第三口我們就打閒 如果這一列的第一第二口開出了閒裝 那麼我們就打閒 如果開出了閒裝 按你就要落著買裝 根據資料統計 三珠露八種圖形中 某些組合圖形出現的概率較小 而有些組合圖形出現的概率則相對較大 三珠露這種打法用兩口名中一口的機率約為75% 賭客需要注意的是 在賭場是不存在能夠獨步天下打法的 任何打法都不可能萬能 打起來總是會有偏差 因為有時候可能會出現連續的短路牌 或者連續的長路 有時候可能會出現連續幾口都不中 有時候會連續幾口 賭客在賭場輸營本是平常時 賭客最要緊的是要保持一個好心態 克服貪婪與恐懼 不因一時的營錢而沾沾自起 亦不能夠因輸了幾把 而怨天怨地壞了心態 落著過程要遵循自己制定的策略原則 冷靜內心自律 保持自己落著的獨立思考 不受外界影響 得到為贏 貪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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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